Hello,大家好,我是蓝鑫 那么今天再做一期关于这个.bnb域名的视频 可能今天这一期用的可能会稍微长一些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情况 上一次做这个.bnb域名的时候呢 这个持有者地址数大概是在9300个 9300个 那么现在已经来到了6.79万个 然后整个的就是域名地址的数量呢 已经在239000个 总交易额来到了1.3万 1.3万个.bnb 我们去看一下就是距离我们上一次 就是说这个三位四位的它的这个价格 现在是什么情况 首先我们点击看到element这边 然后看一下这个JJU Club 基本上是距离上次9月2号说的时候 它的地址价呢是已经翻了翻了一倍 当时我说的时候我记得是四点几个BnB 还是五个BnB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四位数字的 四位数字的接近一个BnB吧 接近一个BnB 尤其是像这种就是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像ABC这种这种很稀有的 它的地址价其实是就是稍微稍微高一点 然后像这种ABC的 它的价格就会更高了 五个BnB 那这种90个的音量也是在五个BnB左右 有点慢 半七个 就是按按照它的稀有数量来说 就是这种越稀有的 它的价格是越高的 包括这个这个三位数字的也是 我们炒BnB 炒域名的话就是4D就是四位数字 然后3D就是三位数字 看一下这种ABA的它的价格 三位数字的 你看 基本上比三位数字 这个就是达到了16 而且它的挂单量比较少 挂单量比较少 然后买了这个 马上就到了28个BnB了 之前就是在我做了视频之后呢 那个123 我们可以去搜索一下 123.BnB 123.BnB 那就是ABC这种 我们看一下 ABC 不对 直接在这里搜索 123.BnB 123.BnB 来搜索 可以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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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看看它的这个交易记录 这里呢 从这个123 123个币人平卖掉了 大概市场价 是123我算一下 123 去乘以270 再乘以6.85 大概卖了22万 22万 22万的BnB 还是真的是比较牛的 因为当时这个BnB 可能拿下来的价格 也不到10个BnB了 或者是20个BnB 然后直接翻了一个6倍 我今天呢 就是想重点说一下 从那个ENS域名那边 过来了蛮多人 就是去炒作这个BnB 然后呢 现在 有的机会 现在的机会 我个人感觉在这个4D 4D 4D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特殊 特殊字母的 还有5D 就是5位数字的 5位数字的 也有一些这种 那个某种好像 他注册了1万多个 这个BnB 某种是 ENS域名的一个大玩家 他这个也是强烈看好 这个BnB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 5位数字的 留一些这个域名 得去去 去继续的斟酌一下 看一下这种是 最继续的地盘还是多算 0.089 标识是 我看一下 我这钱包 个不个 你省事不出来 每次这个录视频的时候 就应该卡 我觉得我可以干 因为这个AVC只有720个嘛 今天我也买了一个 今天我是 买了一个 四位数字的 稍等一下 然后今天 今天是有一个 传统大佬 确实 他买这个NCR 都是50个以太坊 当时是 一个太坊 以太坊是2万 2万块钱一个 然后他玩这个传统的 玩这个 web3的一名 玩得非常非常旅 但是他这个没有录音 没有录音 我是有这个大佬的微信 就到处可以去 到处我跟他 跟他专门办一场space 交流一下 我呢 是上次是花2.8个BNB 买了一个三位数字的 应该是653 然后前几天 这个要用钱 就是 大概是三天四天 就翻了 翻到了12点 12.8个 然后那天要用钱 我就直接卖给 卖给 卖给 卖给群友了 大概是 12.5个BNB 卖了 反正就三天或者四天 赚了10个BNB吧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然后对 回文类 那个我们去 我去观察一下老外 就老外对于这种 回文类的 比如ABABA BABA这种 他也是比较喜欢的 所以说 我们就直接去买这些 然后 我个人感觉就是 怎么说呢 这个BNB域名啊 绝对可能是 就是域名类的这种 第二大炒作品种吧 第二大炒作品种 现在就是 我们Admin的这边 就是在这个礼拜 会在这里 会在这里 直接显示 比如说 你是持有这个应用的 比如说 我是123.BNB 然后它是456.BNB 那么就是发送方 是123.BNB 接收方 456.BNB 我们会对这个 应用进行解析 那么这个相当于 它的应用场景 就是BNB 应用的这个应用场景 就又拓展了一步 我觉得接下来 要关注的一个 很大的这个动作 是什么 就是币安 币安居然这个 战略投资了 这个Space ID 后面绝对会有动作的 大家绝对放心 绝对放心 然后我个人感觉 它会是一个 长期炒作的 这么一个东西 像你们看这个 重视面就知道 ENS移民是花了 花了蛮久 就是 你们看一下ENS 等一下我先买的了 ENS移民花了有 大概将近 四五年的时间 但是BNB移民基本上 不到 不到三个月 四个月吧 就就就走完了 ENS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几年时间 要走的路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Element 可能会在 在月底吧 对这个 BNB BNB链 因为我们是多链嘛 我们可能会对 BNB链进行一个交易奖励 那么到时候 这个BNB移民肯定是交易奖励的一个大头 一个大头 整个我判断这个BNB移民值得长期炒作的这个这个逻辑就是就是站在怎么说呢 嗯 BNB链 或者说这个BNB链 这个交易所 基本上是炒币的人人静节日 炒币的人人静节日 只要币安稍微去助推一把这个BNB域移民 或者说 或者说这个到时候 这个到时候 这个 他发的币 直接上币安 那么这个BNB域移民绝对会值钱的 他也符合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我个人 个人感觉 个人感觉是 BNB域移民 这种域移民的这种品种 它是无限合集 无限合集 就是说 它是无限的 无限的NFT 无限的NFT 特别特别适合大资金去炒作 大资金去炒作 现在来说 更多的 还是我们国人的这种域移民炒作团体 呃 就是传统玩域移民的啊 然后这个 ENS域移民的啊 就是这些人 在先知先觉的 在布局 等到后面 这个大资金 比如说机构进来的时候 可能 当然这个时间啊 时间我不敢肯定 时间我不敢肯定 现在来说 值得投资的像这些 比如说只有720个的 只有810个的 对吧 然后 这个 呃 3D 3D数字的 这些 你现在 你现在去买 还是相当早期 还是相当早期 有可能会 比如说你买了之后 会略微跌一点点 这个我觉得不用担心 觉得不用担心 长期来看 比如说一年 左右的时间来看 你们 像在这个 半年前 半年前 呃 半年前的话 就是 说的 半年前 那个 三叶数字的 ENS域移民 才 34个 以太坊 现在你看一下 30多个 以太坊 就是 就半年时间 涨了10倍 啊 半年时间 涨了10倍 我这里 我这篇文章到时候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我当时是在9月4号 在我们办了一个 推特Space 然后呢 拉了一个快散群 拉了一个快散群呢 就直接 我手打 我就看到了白皮书 然后我手打了两个 两个多小时的 一个文章 他要 这个Space ID 要做的一个 就是事情 还是比较影响强力的 事情是真的 比较影响强力 我看他这个图嘛 就是他 他是 他可以是一个 指引名 然后而且 他是提供的这种 这种冒号的这种 这种解决方式 可以大家认真 就到这去 去看一下 也就是说 比如说到时候 BAYC 他直接可以 冒号 蓝无蓝星 这个就是 也是一个义名的 然后比如说 狗狗币 比如说这个 就是 怎么讲呢 尤其对 应该对项目方 其实这可以是 一个福利一样 可以是一个 福利一样的东西 然后怎么注册的 其实我这篇文章也写的 写的蛮清楚的 对吧 然后三位制服的折扣价 390美金 四位的128美金 五位的就是 五美金了 也就是这个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另外一个角度 为什么说 我现在觉得 我个人现在觉得 就是说 3D的 其实现在就翻了好几倍了 三位数字的 翻了好几倍了 但是呢 四位的和五位的 其实 距离它的这个注册的成本价 就涨得不高 涨得不高 涨得不高 因为0.08的BNB 你们自己算一下 0.08乘以现在就是200 我算一下 你就算看0.1个BNB 0.1个BNB 去乘以 0.1个BNB 就是20多美金 20多美金 然后现在是 它的成本是五美金 其实涨得不高 就是四倍嘛 对于一个育民类 而且是稀有的 稀 这个还是 这种 这种是叫做稀有的人 只有720个 才涨四倍 我个人觉得是不高的 再一个是银河计划 它的团队成员是 银河计划里面出来的 银河计划在整个币圈的资源 非常非常足 非常非常足 所以说 值得想象 当时我录毛的时候 录这个银河计划 反正一个地址 大概是两万块钱 成本大概是 那个时候成本 应当一个地址 花了三四百美金吧 三四百美金 跨链 它是这个跨链互招 跨链互操作性 这个我觉得 它提的这个跨链互操作性 这个 确实是 比ENS 它的这个想象力 要稍微更足一些 这个也是可能也是为什么造成朋友 就同样这个原因 你看当时 当时9月2号 我是9月2号发的这个第一个视频 当时是9400多个地址 现在是600多个地址 这个 你想想 才过了多少天 才过了19天吧 这个地址数翻了多少倍 就注册地址数就翻了有 呃 7倍吧 7 7 9 6 6 9 6954 7 9 我记不清楚了 然后这个总量也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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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倍 看总量 总量也翻了有将近10倍 所以是现在我个人觉得现在都还是早期 这只有说当它的这个总量达到了几百万 达到了达到了ENS的这种 ENS的这种 ENS的就是两百多万个地址嘛 只有当这个BNB域名拿到这个两百万个地址 的时候啊 才会说是相对的到达一个 到达一个就是 中等的一个阶段 我当时确实这个怎么讲呢 钱不够 但是当时我买上这个买上三到五个的话 我想当时的价格就一个我三天过后吧 一个就赚了一万五一万五人民币吧 买五个就赚赚一个七七点多万三三天赚一个这个这个钱 确实还是非常非常爽的 而且现在 现在还是怎么讲呢 还是很多人看好这个BNB 我现在做这个视频也是告诉大家 就是如果说有闲钱 有闲钱的 有闲钱的去买一些这种 这种比如说 因为现在你看才多少 才才 0.1个BNB都不到 我觉得这这帮人 就是挂这个价格就 就就怎么讲呢 就很多就是想想赚一点点就跑 没必要啊 没必要 然后像这个4D的 4D的 我觉得像这个720 720啊 就ABC ABCC这种分类的 也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重点去关注一下 也不 应当现在的这个价格 可能就是四五个BNB吧 我靠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弹出来 反正怎么讲呢 就是我过往的这个判断 有些 有些就是一直一直都还还还不错吧 基本上这个 我觉得没有机会的 我也不会不会分享出来 但是这个三位 三位的 三位的这个 这个BNB BNB域名 现在是10 我看最低价是10个 11个BNB吧 11个BNB相对于 应该使得现在30多个BNB 其实也就 它的翻倍的空间 大概就在 两倍左右吧 两倍左右 但是像这个四位的 四位的 然后就 四位的就真的还有想象 就就有四倍 四倍左右的想象中间 因为你对比ENS一名嘛 ENS一名四位的好像是 四个以太坊 四个以太坊左右 现在四位的这个BNB一名 在一个一个BNB左右 所以说呢 这个四位的 四位的 四位数字 这个筛选的时候 一定要就是 如果说多重筛选 它是相次的 四位数字 它的注册成本 大概在 0.6个BNB 0.65个BNB吧 就在这个区间 但是现在你看一下 现在0.65个BNB 现在已经涨得 涨得比较少 涨得比较少 我个人认为 是低估的 至少要涨到 3个BNB 或者3.5个BNB以上吧 当然这个需要时间来检验 需要时间来检验 我个人是认为 我的看法应该不会 不会太错 反正再一次 给这个BNB一名 去喊当吧 这算是明买喊当吧 然后像这些 A 这个五位数字的 这种90的这种啊 也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重点去关注一下 重点去关注一下 我呢 可能去 会跟这个大佬 就是再去 仔细去请教一下 看一下哪些 哪些这个炒作品种 值得 值得去 去去去去去去那个什么的 你们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大佬 这个是 他是13年哈 13年就开始炒币了 然后是随便拿一个拿一个这个100万左右去玩一玩 其实是错的了 我去比我就真的是厉害多了 我拿个1万块钱出来 我都要仔细考虑考虑考虑 这个 他之前最出名的一篇文章就是 写了写了一篇关于NS的文章 广为流传 在这个刷屏了 在在推特上刷屏了 稍等一下 然后他跟我提到的这个投资选队友 这个观点 我觉得还是挺那个啥的 挺挺挺挺挺那个什么的 就挺好的 他分享那个 好 应该就是就是就是这篇文章 我等下我也放放到那个什么 我给你们放到放到这个油管的下方 可以重点读一读 因为从他提出这个表情的域名之后 这个真的是 也涨了一波 也涨了一波 好 但是现在这个价位 其实进入这个 应该是域名这个市场了 还是要要仔细去评估一下 仔细去评估一下 OK 那我这里就购买成功了 赶紧先发个推特 如果说买了这个域名 买了这个域名 买了这个域名的 也欢迎就是加我的这个 到推特上关注我 我的推特是这个 我的推特是这个 关注我 然后私信我 我拉你进这个顶级域名去 我拉你进这个顶级域名去 那么 嗯 嗯 看一下5D的 5D的 A Division 诶 如果我买了之后就立马就变成0.1个B&B了 哎哟 最近啊最近确实是我买什么资产 什么资产就涨 还是听就这种感觉还是挺爽的就是采动了这个市场的节奏 真的就是采动的市场的节奏的时候呢 嗯 就好像有流神助一样 我买这个 买这个一能镜的NFT 然后买这个小优人的NFT 我买的时候没多少天 就暴涨一个40% 30% 就这种感觉真的是就特别爽 OK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反正 反正相信我的朋友吧 就是搞点闲钱吧 搞点闲钱你买点这种 0.1个B&B也就多少钱 20美30美金不到 30美金不到 然后买点这种这种这三个吧 这三个都可以 这三个都可以 然后市地的 市地的 买点市位数的市位数的就可以就随便买吧 当然像这种哈就是比如说 这种这种报纸号 我们看一下报纸号是多少钱 报纸 怎么这么贵啊 挂这么贵干嘛 我这想接盘的接盘不了 这种这种的 这种五个B&B哎呀 有点高 对于我来说是有点高的 但是 出手啊就是如果真的要卖的话 这种这种出手的概念更高一些 更高一些 我们普通玩家普通玩家我建议还是搞这种吧 搞这三种吧 搞这三种 因为 对于普通普通人来说他们也买得起 就这个 看一下 也就才一个B&B嘛 我我我买的时候好像就是 我看一下我的就我的交易记录啊 我买了我买的这个 看一下他的交易记录 我是1.288 我是1.28买的 我是1.28买的 我我我我真的我不担心卖不出去 而且我不担心翻不了倍 你本身他这个这个 这个秀度就 放了 他的 整共只有720个嘛 基本上可能都是这个价格 一个B&B左右 一个B&B 反正 他的注册成本就是 我看注册成本是多少 注册成本大概是 0.65个B&B左右吧 相当现在的价格没涨多少 没涨多少 现在 也没有说这个 就是经历一个大幅下跌的情况 还是比较稳 现在基本上排行榜就是 你们看看这个排行榜 基本上 B&B名是长期长时间爸爸 基本上 基本上 反正 长期占据前三吧 每天都有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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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如果说是能够就是 在我 在我发了第1个视频的时候就直接买入的话就也会有赚 然后 那个 在我们开完那个space之后 直接去买入 也是现在 拿到现在也还是有赚的 这个怎么坑啊 什么坑啊 那个 什么坑我看一下 就是 投资运行 就是 主流要炒到什么东西 然后知道规避什么东西 当时 他的8.5拿到这个898 上面数字的 我们看现在价格多少 这个是当时油管粉丝嘛 898 898也就是 ABA 这种 啊 他是8.5个B&B买的 现在也就算是 如果他要卖的话 我当时 他问他跟我说了一下 基本上也不会卖 898 是不是这个898 挂了 还是989 挂了一个89 89个B&B的这个价格 啊对 你看8.5拿到898 我他他问我嘛 他问我 也是看到看到我这个油管 我说这个898是亮号吗 然后我说这个 就跟不会不会不会亏的 不会亏 因为 因为有一天 我看到是 这种 696 696 是11.68就成交了 然后这个投资策略啊 这个基本上也写了 当然在注意的坑就是什么 真的不要注意了这个买到这个假的 这个假的B&B 不要买到假的 不要买到假的假的这个B&B 基本上我告诉 你们就是你们在这个分类啊 在这个分类 在这个分类里面 比如说3D呀 或者说custom 这个定制的 这个这些分类里面就找了一名就绝对不绝对是真的啊 绝对是真的 这些分类里面就找的就就就是基本上是肯定是真的一名 但是如果说是其他的就不一定了 带港带号的 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文字的 他是会带港带号 这个不是假的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就肯定是假的 我告诉你们像这个这个人是 他是 花了多少个 花了这个9个B&B 然后呢在投资上面就买到了一个假的这个这个三位数据的域名 我交易 我还说在交易这个B&B域名啊 一定要来这个Element 因为Element的手续费 就B&B链上只有百分之一 只有百分之一 然后还做了这么多分类 我们这个iPhone的这个联合上司的王峰 他他也买了这个 你看他买他就 他这些域名肯定是常拿的 就是比如说Fox啊 TOW啊这些 他就是常拿的 他估计也就是真正的等到 这个B&B域名彻底起来的时候才会卖 10月19号 会有那个 9月14号 已经过掉了 过掉了 OK 那么今天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现在也讲了30分钟 可能这个真正 真正看完的人 可能不会到 到10个人吧 就整个的看完我这个视频的 我主要就是想表达 现在去 炒就是去投资这个 这个点 一点都不晚 一点都不晚 然后一些这个具体的投资集会 我们也讲了一下 OK 那么 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 如果觉得我讲的有一点一点用的话 欢迎订阅我 关注我 最好给我评论一下 我送一个 送一个那个什么 送点东西吧 我看 那个 哎呀到下期了 我们马上录那个视频 到那个视频再送吧 拜拜